还要再画一个车位 无障碍的车位在这边 连锁砖怎么铺对慈祭之工来说不难 但这次是使用环保连锁砖 得先搞懂拼装方式 纸便当盒有层防水塑胶末 回收后制成连锁砖 不只耐用度 韧性不输水泥砖 还能排水防滑 一个连锁砖是用350个便当盒子容器 塑胶废弃物制作而成 如果下雨的时候 这个是透水率其实是非常好 包括加上很多止滑 这个止滑的设计其实就是手印 左手右手 其实也代表千千万万的 环保之工的一个精神 第二代禁丝环保连锁砖 首次运用选在设立中的 慈祭竹田日照中心 现场260平方公尺 使用6500个连锁砖 等于用掉227万5000个便当盒子 塑胶墨 而为了减少资源损耗 砖块用心打包 搬运的过程不需使用战板 点滴守护大地 它的砖不会像高压水泥砖那么重 第二个它不会割手 这个很滑 第三个很容易铺 好 来 一二四 连锁砖正全面动工铺设 要为竹田的长辈们打造一个 环保又安全的大家庭 大约新闻 陈一甄 陈立伟屏东报导 全球疫情